政治中心林伟番报导朱学恒开直播拜访大假瓜球摊 超胸板娘透露曾与老公在客人面前报肢体冲突 图翻设自朱学恒脸书台中大假之名 工地瓜球摊 除了地瓜球炸得金黄酥脆看起来当好吃外 还是由一位超胸老板娘贝恶贩卖 让网友呼超仰眼爆红 直播大王朱学恒今 23日特别开直拜访该地瓜球摊 拜了受访也透露与老公认识的过 不过也爆料二人私下其实都相当暴力 曾直接在人面前爆发肢体冲突 朱学恒开直播拜访台中假地瓜球摊 徐巧信帮大家准备面指笑称怕大吃到喷鼻血 图翻设自朱学恒脸书朱学恒 今天直播邀请徐巧信 严宽恒拜访台中大甲著名的工地瓜球摊 特别包下整摊一天的营业额开放 有相亲免费索取地瓜球 立刻让现场相亲大牌龙 线上观看人数更突破近6000人 朱学恒一道现相当吃惊表示 在网络上看摊位很大没想到一现场发现摊位并不大 一行人入座后徐巧信还大家准备面指笑称怕大家吃地瓜球吃到喷鼻 而超兄老板娘呆了受放食透露与老公认识的过程 出他原本在对面的饮料店打工 老公则在对面地瓜球十年了 有次他到对面买地瓜球与老公聊 发现二人都有喜欢唱歌的共同兴趣 才进而开始 网超兄板娘透露夫妻私下都很暴力 老公曾在人面前直接抓住他的衣领暴冲突 图翻设字珠 红脸书Bella透露 老公虽然比他大十岁 但二人才交往半就见家人 前老公是原住民 所以家人都非常热 对他非常好 让他非常喜对方的家人 最后决定起步入婚姻 他并透露目前已结婚六年 每年都在紧娘家吃团圆饭 不过芭蕾也爆料 他跟老公其实私都很暴力 以前一起卖地瓜球 时候长起冲突吵 有次老公工作十吨在地上 他则站着 然后前面客人让他手忙脚乱 他就立刻踹老公一下 结果公二话不说 直接当场抓住他的衣领 让客人全傻言 拒绝暴力 请拨打十一万三千一百一十